好 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唐鳳部長 唐部長 好 部長好久不見 不小心你就過了一週歲 這個今天我比較care這個打炸專報 今天也非常榮幸跟我們打炸國家隊 共同在委員會這個小房間裡面 包括我們這個數位部所有的夥伴 因為這個詐騙 從早期我們的記憶 就是馬路時代的詐騙 早就已經進入網路時代了 過去在馬路上還要演戲一個怎麼騙 要有真人實物 一個一個騙很慢 現在是一批一批來 不管訊息 字頭都忘了一大堆 金額也變大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民眾這麼多年來當然非常非常期待 數位部成立之後 能夠帶來很多的一個技術層面 能夠防止像這樣的網路時代的一個 詐騙的一個行為 那當然目前看起來 我整個在上個會期 大概有兩次也跟我們部長來救教 我們看到這個數法部成立之後 數位部成立之後 包括我們內政部疑似 疑似是不是有互證資料外洩 包括私人的企業 雄師台立 像微風集團的各支外洩 包括健保署的一個資料外洩 當然有一些是有內賊除外 有內賊也是防不了的 可是這麼多的一個訊息 我們在上個會期 跟部長這個救教的時候 你特別也說 不管是私人公家 這種資安的問題 你都責無旁貸 你對於這一系列 還陸續發聲先不講 有沒有什麼一個進展 是 謝謝委員 讓我接會說明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各自法修法 把罰則提高 因為在罰則提高前 這些電商或者是剛剛提到這些公司 不一定有那個誘因去投資資安方面的設備 跟升級 那現在自從罰則提高 而且不是像以前說 沒改正才罰 而是發生事情立刻罰 之後我們就看到說 包含紅隊演練 包含接受我們輔導 包含資安方面的採購 這方面意願都大幅增加 那現在就很了解 我們這個上班會前 還沒聊清楚的內政部這個 到底是不是互證機關的一個資料 公務資料外洩 我們蠻確定 不是從內政部這個護政這邊 護政司這邊出去的 所以呢 不是從政府機關這邊出去 但是因為之前的資料交換 不是透過像T-ROW這樣子 作為他唯一的交換方式 那個是安全的喔 有些是透過就是光碟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資料交換媒介 那些的追查就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也注意到內政部護政司 後來就改了 他們就變成只能跟其他的資安A級機關 透過像T-ROW這種安全方法交換 就不像以前那樣子可能層層用光碟 或其他的方式交換 那你協助這些公司機關 建立他們的一個資安的一個強度 在技術層面 在這一年 到底有沒有強化 是有 那就我們剛剛提到 有導入T-ROW的這些機關 我們都導入了所謂零性認 就是不再用帳號密碼當作 唯一的辨識因素 而是包含生物辨識啊指紋啊等等 那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算像您剛剛講有內賊的情況 至少我們就很確定是誰 而不是那個人可以說 我密碼被別人拿走了這樣 好 這個部長你上任的時候特別強調 有一個公務機關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質詢啊 因為尤其介紹國安的公務的 是優先啊 那到底你現在 入衛部成立之後 剛剛講內政部那個確定不是 現在的公務機關洩漏出去的 到底有沒有公務機關的資料被盜取啊 目前你就知道的案例有沒有 當然一些小規模的 就是要比方說有人誤用查詢權限啊等等 這個報紙上面有看到啊 第一線的這些人員 但是那並不是大規模的 那個就是熱案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注意到的比較多的 反而是就是私人的機關 他就是自己可能保護的還不錯 但是他的個資交給他的下游 像物流廠商等等 然後在下游這邊去外洩 這個狀態是比較多 那這部分也是我們數傳數 加強輔導的部分 好 今天打炸國家隊的基本代表都到了 我們看到大概2022年7月15號 剛開始針對於新世代炸機策略的一個綱領 我們叫1.0版本出來了 那當時所謂的打炸國家隊就成立了 那之後 8月份我們數位部也成立了 到了今年7月25號 行動綱領 1.5的版本也出來了 那前幾天聽到我們陳部長說 他有信心啊 1.5版本出來半年之後啊 民眾就有感 我聽到這個部分喔 我只覺得院長很敢 那我想請教一下喔 你這個部分 最後數位部大家對你一個期待喔 這麼多一個不管資訊被盜 或相關部分 就你主管部門的部分 如果人家不報 你們再怎麼聯合 再怎麼國家隊 沒有訊息也是很難查對不對 當然如果是個資外洩的話 那個個資外洩受害的那個當事人 他只要打165等等 我們在這邊不管數參數還是其他公司 所以你會不會鼓勵企業 你會鼓勵 假設你企業 他一定要報案嘛對不對 那警政署 警政署 還是法務部 那個副署長喔 你是副署長嗎 警政署是那個刑事警察局副局長 請直接到右邊 好 刑事局 黃副局長喔 黃副局長 你們有沒有接到那個 數位部最近跟你 最近一個月跟你報案 有沒有數位部 公務資料被盜竊的報案 數位部是不會跟我們報案的 我們如果 你會跟他報案 不然我們會合作 我們會合作 我們會把資料 就是他們如果數位部 自己的個資被盜竊的時候 也不用報案 自己就吞下來 數位部有沒有被盜竊 那個可能要部長跟我們說 我是不知道 所以有沒有跟你們報案 沒有 法務部有沒有接到這樣一個訊息啊 有沒有唐豐部長去投案 有沒有這個這個訊息 不是啊 因為 投案好像我是歹徒 我應該不是歹徒吧 好 沒有覺得 不能這樣講 好 這個 法務部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訊息啊 法務部 法務委員 我們目前沒有收到這個訊息 都沒有嘛 所以你鼓勵別人機關如果 個資被盜的時候 希望他們報案 然後聯合機關才知道 那我們剛剛打炸的部門 有知道 我們數位部 他的人資資料有可能被盜竊 這樣的一個訊息請舉手 都沒有齁 都沒有齁 現在結論齁 今天主席在這齁 其實今天都沒有人知道 好 那就很奇怪齁 你的隊友都不知道 部長你知道嗎 如果人資資料應該是不是被盜取 如果委員所提到的是說 我們在就是做系統清查的時候 我們廠商是有跟我們說 可能是有一些個資就幾筆 那我們需要通知個資當事人說 他可能在廠商系統轉移的時候 可能是有一些就是不法的流量等等 那一部分是有的 但是 有的齁 對 但是那部分跟歐斯歹徒 不是 你講的很技術啦 你講的很技術啦 但簡單來講 微風廣場也是委外的科技人員 董事長也不懂這些 科技人員告訴他 你的流量有些變化 可能有些狀況 然後他要通知客戶 那什麼意義 有什麼差別 熊斯也是他委託的電腦單位 告訴他訊息有錯 重點是 對 重點是他有沒有造成 重點是他有沒有造成損害 重點是他有沒有造成損害 有心人士盜取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 還是什麼好扯的呢 還是什麼好扯的呢 上個禮拜五 我接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坦白講我接到這個訊息 我第一個概念是 他本身就是詐騙 我根本不信 他這邊想什麼 他說 他說 他到數位發展部委託的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 財團中心 想要應徵找個工作 找晚飯吃 但是等了幾個月 終於等到電話了 終於等到我們數位部的資訊處 處長呢 吳處長呢 好 等到你們那邊的電話 很感動 以為被應徵了 他說不是 不是 上面寫什麼 早上星期五 9月22號 10點09分 都截圖給我看了 數位發展部 專人打電話給我 跟我道歉 跟我道歉 說我的個人履歷資料 遭到外洩 然後後面還有想說 最近接電話的時候 請你注意一下 不過這個民眾質疑啊 請問政府機關 跟我的質疑一樣 因為你心中 也會有這樣疑問嘛 政府成立數位發展部 不就是保全個資嗎 下面一大堆質疑 我沒有空列出來 那你看右邊 他的通話記錄 他有福斯科馬 一接就掛什麼 上週五告知資訊外洩之後 每天開始都有 騷擾電話 那個處長 吳處長 好 電腦資訊一跳動 不管那個技術 你把它實體化一些 你們打了多少電話 告訴別人說 你的個子可能被盜取 幾個人 八五人 五個人 五個人 你那天跟我講 可能十幾個人 那是包括內部同仁 對 內部同仁 被騙了 我坦白講 今天打炸國家隊 你們在這裡 坦白講 我怎麼問你 你到撐住這個政府的面子 是沒有錯 我們也覺得 現在網路世代在科技打炸 他有他的局限 有的困難度 我們都沒有人否認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大家期待這麼高 每一年預算 編的也不低的 我們市衛部 自己在保存這個訊息 不管是怎麼回事 你人質資料 被盜取了嘛 被盜取了嘛 你不管是外界人士被盜 無比 你們內部被盜多少比 坦白講 還有你不敢講的 那個訊息 你留樣一遍 有沒有其他訊息被盜取 市長 有沒有其他訊息被盜取 包吻是 有針對電信業者的 那個自我評審的資料 來 我們任性建設師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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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到底哪個環節 你們瞧清楚沒有 這個先不要為難部長 這個電信技術中心 是你管轄輔導的一個單位 他的人事資料有沒有經過你們 任性建設師嘛 沒有齁 那資訊處 他應徵人是人事處還是你資訊處 還是你只是一個道歉小組 不是 這件事到底跟你什麼關係啊 資訊處 他去委託應徵人是你這邊 資料都在你這邊嘛 沒有應徵資料沒有在我們這邊 好 那他是在哪一個環節外泄的 不是 你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你們嘴巴BGG 你們不去報案 那我們也相信你在第一階段 你認為說 我可以處理 對不對 因為我跟他們講了半天 法務部警政署資料還是要丟給我處理 那你們處理了 第一個問題 資料外泄的幅度到底多大 這我心中的一大疑問 這第一個 資料流量一變大 然後他到底拿走了多少 坦白講 這個也不要亂騙 第二個是到底哪一個環節呢 來應徵 KING那個人 你到底是哪個環節 先要清楚 才可能對症下藥 你到底心臟病還是肺 還是哪裡有病 你都不知道更不要講這麼多了 好 我看到你們最近 部長也說我滿感動的 因為你們被好友 被人家恐嚇 我要看你們 哇 要技術支援他服務 他被恐嚇 技術支援 我覺得真的有必要 但是拜託你們支援一下你們自己好不好 你們資料不要說恐嚇 資料現在外流 不要說盜取 你不喜歡聽的話 我不想講啦 就留到其他第三人手上了 你在幫別人之前 你有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是 我可以說兩句嗎 不是你們查到 盜取的單位IP在哪裡有沒有 我可以說兩句嗎 有沒有 我先完整的講好嗎 我兩句就好 第一個是說 不管我們的主管的法人 或者是我們所使用的廠商 當然是我們就要負責去做包含資安的通報 跟剛剛所講的這五位各自 當事人的通報 這個是我們的法定義務 我們也有做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回答委員的問題 確實就是我們廠商談點之後 告訴我們說 這幾封這個E-mail 他所盜取的這個來源 是經過非常多層的跳板 就剛好跟您剛剛講到的那個境外IP 是相同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也正在進行跨國的追查 好 所以 環節不知道 幅度其實也不清楚 因為你的偽愛公司只告訴你這件事嘛 如果他明天再告訴你其他事 所以我覺得現在其實我覺得蠻擔心也蠻可悲的 我們民眾的期待 應該可以做民眾數位保障的一個單位 自己的資料被盜取 不知道 不明確幅度 哪個環節出錯不知道 然後再來 現在到底是哪一個人盜取IP或在哪裡 不清楚 但是你每一天寫這麼多的一個教案 教條 法令 規則 去規則這些公司單位 告訴他 你這樣搞就搞定了 我是覺得 部長你要不要為這個事情道歉 我想我們同仁包含我自己 都對 就是受影響的這五位 就是他的聯絡方式 有在email裡面 的這些當事人 我們有一一的打電話去道歉 所以他們也代表你真的道歉嗎 還有那個你們裡面的同仁也要去跟他道歉 然後再來 你要限期多久把這個事情要查清楚 是 包括查清楚說 我沒辦法 也叫結案 你沒辦法讓大家知道你的能力到哪裡嗎 是 大概多久 好 那分兩個狀態回答 一個是說 這個所造成的這個資安上面漏洞 這個是早就已經補起來了 這個是之前我們透過自然通報等等 這個已經結案了 不會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第一個 那第二個您剛剛提到這個境外的這個 這個透過就是多層轉接的IP這個源頭的話 那我們也是一樣 大概三個月左右再給委員一個報告 三個月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